各位又到城寨短打的時間 錄之前剛剛看了新聞 警察不批准民陣 在9月15日在東角道出發的遊行 大家心中有數 現在香港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戒嚴狀態 是沒有戒嚴令的戒嚴狀態 所有的公眾集會遊行都不批准 理由就是集會遊行之後有衝擊行為 追溯回去之前那些 即是之後都沒有 究竟到多久呢 完全沒有這個一個的時限 實際上戒嚴也有一個限制 戒嚴令到幾時幾月幾日 但是這個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 肯定就是林鄭的奸計 她就最轉通了殖民地裡面惡法的關卡 就用那些東西去執行這個絕對的權力 所以她說撤回之後 就和香港社會大家一起共商未來 這個是騙人的 因為昨天律政司就說了 準備在研究立這個蒙面法 烏克蘭就因為立了蒙面法之後 結果全民起義 現在我相信 林鄭就慌死了 這個習近平的頭不夠癢 就想再癢一些 所以就在捱緊香港人全民起義 我估計 9月15日的市民 一樣照樣會湧出來 就等於818一樣 這個呢 也都是看到她實際上是沒有準備去和換香港的局勢 香港市民這一邊 雖然沒有了這些集會 或者是在街頭裡面的示威遊行 或者是衝突的場面 但是這個禮拜 大家就一起發起唱歌 就是唱這個《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 昨天我上載了一個版本 就是由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做的 大家看到這個版本真的很感動 我們鄺詠宣認識其中一個參與演唱的朋友 他就說原來演唱演奏和拍攝是分開的 總共是唱了四十幾次 應該是五十幾次 做到令到很多人都很感動 看完那段影片之後 最後甚至在煙霧裡面 大家在那裡敲擊樂 小提琴 這首歌誰知道現在變成被針對的對象 今天IFC 就有馮偉光 以前689的頭碼 就有份參與的就是 在那裡唱紅歌 拿著五星旗 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義勇軍進行曲 跟其他的市民 唱《願榮光歸香港》的市民 互相對罵 馮偉光是參與對罵 實際上我估計 這些左派機構也好 金融機構 銀行就給錢 大家記住 傅鎮宗好 愛字頭好 現在不是打鬥了 現在是練唱歌 如果出聲的話 根據霞姨的價錢 打鬥就收得比較貴 要講對白的都會收得比較貴 我估計是一大筆的維穩費 東思校貧 在中秋節前後會出動 全香港的唱紅歌 結果就會跟市民造成正面衝突 當然有些人會收錢出來 有些人是真心膠 真心賊的人會出來唱紅歌 但始終市民這一邊氣勢紅壯 你看到昨天在商場裡 在新城市廣場裡唱歌 那一幕你真的很感動 但是這首歌為何成為禁忌呢 就是今早康榮宣傳了一個新聞給我看 就是加拿大的中文廣東話廣播的電台 這個AM1430就是李遠華主持的節目 叫做《開心華之理》 我自己去溫哥華的時候 上過一次這個節目接受訪問 鄺榮宣和李遠華的認識程度就深一點 我自己做過一次嘉賓 他在節目裡播了這首歌 叫做《願榮光歸香港》之後 就收到大量的親共人士的投訴 據聞現在電台方面就叫他休假 就是停了節目 令到加拿大有很多香港人都很憤怒 也發起了一個向電台方面發表的訊息 電郵到AM1430的電台 支持李遠華這個行動 首先他在節目裡播這首歌 我想問是有什麼問題呢 這首歌是新聞來的 這個是上了時代周刊的新聞來的 在北美洲都是大新聞來的 和政見和其他的東西未必有關的 商台就每天都播了 其實在香港已經是 那為什麼那些人覺得有問題 而電台方面為什麼 又覺得他播這首歌有問題呢 我相信就要解釋 因為加拿大就不同香港 如果最終電台是作出懲處李遠華的行為 那大家就要準備去加拿大的管制廣播的管理局去投訴 因為上一次為什麼他們要針對李遠華呢 我估計是因為上一次 這個梁煙成在華僑之聲 發表他對這個731無差別襲擊的看法 就說那些是白衣人和黑衣人的政見衝突 那結果引來很多的加拿大的香港人 就寫了信去投訴 那最終呢 也都去到加拿大的廣播管理機構 而這個電台呢 就停了梁煙成的節目 今次我相信他們也是 就是因為梁煙成他們自己的名嘴 這個親共的名嘴 受到他們覺得受到這個不公平對待 所以現在呢 就同時間用這些手法去對付這個李遠華 那我們就 大家都知道他是TVB出身的藝員 就移居了加拿大很多年了 那仍然是 心是香港的 我相信全世界很多香港人都是一樣 他們看到香港發生的事 特別是看到這一首 《袁榮光歸香港》的這首歌 我看他們留言呢 是很多人都是熱淚盈康 就是哭出來的其實 特別是這個管言惡的版本 我推薦大家 一路向前往給多些人看 就算他們用盡方法禁制大氣電波去廣播 我想香港其實很快的了 大家不要以為只是發生在加拿大 所以我們更加是要用網絡的力量 用大家 用WhatsApp好 用Telegram的群組好 什麼都好 Facebook sharing 什麼都可以 就是把這一首歌 推向全世界 現在我看到有英文版 也看到有日文版 我估計有很多語言的版本會出現 我也看到很多國際的人 在這個管言惡版本下面留言 有日本人 有丹麥人 有美國人 有加拿大人 有些人講英文的 他們說我很想理解這首歌的歌詞 的內容是什麼 我估計很多連登仔也好 香港朋友也好 已經努力把他翻譯成為全球的語言 你封殺得一個加拿大的中文電台去播這首歌 其實你是封殺不了的是什麼 其實是人心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很快再見 拜拜